家访健康评估教学影片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国民健康局人口与健康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洪百勋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次 老人健康之社会因素与生物指标调查研究 为了因应我们的人口老化问题 对经济、医疗、家庭及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 政府相关单位都积极地在规划 各项老人卫生服务与社会服务等相关计划 而这些服务规划需要有详实可靠的老人健康生活 医疗及社府服务利用等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因此本局的前身机关行政院卫生署家庭计划研究所 从民国78年起就办理台湾地区中老年身心社会 与生活状况长期追踪调查 这个调查大约每四年会追踪一次 于民国89年及95年 更进一步与美国的乔治城大学 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办理老人健康之社会因素与生物指标研究 这个研究是运用问卷面法 家访健康评估 健康检查 以及血液尿液检体实验分析等方法 收集中老年族群的健康状况 生活压力 社会环境等资料 介意深入了解中老年的健康及他们的影响因素 今年民国100年 我们将再度进行老人健康调查 其中家访健康评估的项目会包括 血压测量 握力测量 尖峰吐气流量测定 三公尺直走测量 以及连续座椅站立测量等五项 用来测量中老年人的血压 以及观察中老年人在执行一些日常生活活动 所需要的基本多数上 是不是有困难 因为健康评估是在个案家中 由访员独立与个案完成 所以整个测量方式我们都经过详细的设计 操作简易 但需要标准化 执行健康评估的访员都必须经过完整的训练 来确保个案可以安全地完成 这些健康评估项目 另外很重要一点 家访健康评估是以符合测量条件的个案本人作为对象 对于带打者我们不用测量 个案如果有任何一个项目不想做 那么请直接在该个项目填个案拒绝接受测量 然后跳到下一个项目 千万不要勉强个案进行测量 接下来会有我们的督导们 对每一个测量项目进行示范 请大家用心地观看 谢谢大家 第一项血压测量 第二项握力测量 第三项尖风吐气流量测定 第四项三公尺直走测量 第五项连续座椅站立测量 第一项血压测量 我们将以电子血压剂测量个案连续三次的收缩压与输张压 请测量右臂的血压 如果右臂无法进行测量 请改测量左臂的血压 电子血压剂使用注意事项 家仿前一晚应注意血压剂电力是否足够 如果荧幕左下方电池灯闪烁表示电力不足 请更换全新AA减性电池四颗 并且重新准备备用电池 血压剂是精密仪器 请避免重物压制或敲打 不可碰水 不可遭受强大撞击或衰弱 不可在可燃性环境中使用 不可接近有很强静电或电磁波的地方 因此物质放于行动电话、电视、收音机、电脑旁边 不要放在日光直射或有灰尘或湿气的地方 这些都是造成故障的原因 绣套勿用针缝制 以免造成故障 保管时不可放在有防虫剂之衣柜 避免血压剂之素质老化 收起时不要把绣套折叠过小 或将软管用力折弯 长时间不用时请取出电池 否则会漏电而使血压剂损坏 血压剂若有受损 不继续使用 若出现冒烟、臭味或异常声音时 请立即停止使用 排除条件 个案若有以下情况 请勿测量这只手背的血压 开放性伤口、发炎、缠绕纱布、起疹子 打上石膏、肿胀或有分流管 如洗肾病人 手臂麻痹、瘫痪 曾进行乳房切除手术 且医生交代不可进行血压测量 其他不适合测量血压之状况 待会我要开始测量三次血压 那请问你有没有要先去上个厕所 不用 个案若有穿外套 请他先脱去外套 若有穿长袖上衣 请他先将袖子挽起至肩膀 访员注意个案的袖子 是否有竖紧手臂 袖套最好直接包在手臂上 而不要隔着衣服 如果个案挽起袖子 反而会竖紧手臂 请将袖子放下 袖套直接隔着衣服测量血压 要确认袖套套在手臂时 底下的衣服维持平整 不要隆起 以免影响测量 待袖套的步骤如下 一 个案的右手 穿过袖套 袖套下缘 在手肘横纹上方 两公分处 请注意 若个案有前述排除条件的情况 而无法测量右臂的血压时 请改良左臂血压 二 调整袖套 使充气管在右臂朝身体内侧的地方 若是左臂 充气管请对准左臂的中线 三 请个案放松 并使手掌心朝上 将袖套一端轻轻地拉紧 使袖套与个案手臂之间 有两指的间隔 然后粘贴固定 请勿将袖套绑得太紧 使得还没有充气之前的手臂 就感受到压力 绣套的松紧要恰到好处 不能松到从手臂滑下 也不能紧到有压迫性 理想的凉血压环境 要在光线充足 温度适中的安静空间 电子血压剂 需放置在干净且平整的桌面 并关掉收音机 电视 行动电话 及其他会产生不必要噪音的机器 个案以舒适的姿势做直 双脚平放在地上 不要交叉 安静并放松地坐五分钟后 才能开始测量 测量时 个案必须踩坐姿 且锈套压迈带 中央要与心脏位置同高 现在我要开始测量你的血压 我总共会测量三次 然后在我按下这个测定键之后 这个袖套它会开始充气膨胀 紧紧地包住你的手臂 那请你安静 等候不要说话 然后不要移动你的手臂 也不要移动你的身体 那双脚你就平放在地上 不要交叉 直到我告诉你说测量完成为止 那测量结束之后 我会把测量结果告诉你 记录按下测定键时间 注意物直接抄写血压记上的时间 请记录手表上的显示时间 好了可以了 请将收缩压 输张压 以及脉搏的测量值 记录在问卷中 请以百位数方式记录 若是荧幕显示为二位数 请在百位数空格补零 如果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80 或输张压大于或等于110 立刻停止测量 并告知个案测量结果 为确认测得数值的准确性 请至少静候一分钟之后 重复上述操作步骤 继续测量两次血压 并将结果记录于加访问卷上 除非个案觉得不舒服 否则不需要松开绣套或重新固定 访员结束当次测量 并记录好三个测量之后 请按下血压记的停止键 操作流程中若有任何误差 或遭遇到任何问题 请将它记录在结果记录表之 无法完成栏或空白处 请根据第三次或最后一次测量值 对照尺表告诉个案 它的血压属于正常 有一点偏高 高 非常高 好 你的血压是正常的 谢谢 血压测量应注意事项 需连续测量三次 三次连续测量间 需等候一到二分钟 方可进行下一次测量 如果某一次测量失败 或测量值有问题 请至少隔五分钟后 再重新执行三次连续测量 但是每位个案最多只能测五次 包括中途失败的次数 每位个案不可测量超过五次血压 如果个案血压属非常高 应采取相关措施 如果个案的血压归类为非常高 立即停止访问与家访健康相关测量 并告知其未控制良好之血压 做健康测量时所负担之风险 经个案同意后 马上以电话通知辅导员 并请个案与辅导员通话 辅导员会解释血压高 所面临的风险 以及劝说个案尽数救医 并尽可能将相关状况 告知在现场之个案家人 或以电话联系个案家人 必要时 辅导员将协助个案 选择就近的医院看诊 如果个案决定叫救护车 访员要在一旁负责安抚个案的情绪 并等待医护人员来临 在等候期间 请勿继续为个案量血压 或进行家访的其他项目 请勿自行在个案出门 包括去急诊室 若归类于高或有一点偏高 疫情告知其血压控制不良 做健康测量可能负担之风险 如果血压归类为非常高 个案拒绝寻求医疗协助 访员应该留给个案一张参考资讯 感谢他参与今天的访问 然后离开 并尽快回报辅导员 由辅导员在48小时内 以电话追踪个案 除了记录个案情况 并持续鼓励个案就医 在必要时协助提供就医资讯 个案如果有关于血压测量结果的特殊问题 请告知个案 访员非专业人士不能向个案解释测量值代表的含义 并建议个案与附近的医疗院所或卫生所联络 第二项 握力测验 握力会影响日常生活功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 握力会渐渐衰退 接下来要使用握力器测量个案的握力 双手将各测量三次 握力器使用注意事项 握力器不可承受重物压制 衰弱 硬物敲击 收纳前请确定握力器最大值锁定指针已经归零 排除条件 个案如有以下情况请勿测量该手的握力 手或手腕最近曾经受伤或疼痛恶化 手或手腕目前有肿胀、发炎或严重的疼痛 手或手腕在三个月内曾动过手术 其他不适合手部用力的情形 访问员确认上述问题后将个案情形记录于问卷中 接下来在这个测验中我会用这个仪器来测量你手部的力量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您简单回答我几个问题 请问您比较常用哪一只手 右手 那请问您的右手或右手腕最近曾经受伤或疼痛恶化的状况吗 没有 那请问您右手或右手腕目前是否有肿胀发炎或严重的疼痛 没有 那请问您的右手或右手腕是否曾经在最近三个月内有动过手术 没有 没有 那请问您是否还有其他不适合手部用力的情形吗 没有 请将上述回答结果记录在问卷中 请个案坐着并由这只手开始测量 带着戒指测量握力可能会让手指感到疼痛 可以的话请个案栽下手上的戒指 切记请勿强制取下 请依个案手掌大小调整握力器握柄距离的远近 我先示范一次这个握力器的操作给您看 待会请您像我这样做 身体坐直 双脚着地 手肘贴紧腰部呈现90度弯曲 握紧握力器 当我说用力的时候 请用最大的力量来握紧握力器 用力 在握紧的同时 握把并不会有移动的状况 但是我可以从指针上面看出您握力的状况 那这个测量我们必须要做三次 那在这个图中 如果您有觉得不舒服或疼痛的状况 我们可以马上停止这个测量 正确的示范是很重要的 个案的操作通常会较贴近访员 所示范的动作 而不是访员口述的操作方式 如果个案无法了解如何操作握力器 请访员不要只是用口头叙述 要亲自再示范一次 且仅此一次 假如个案还是无法了解 则放弃这项测验 每次测量前 请确认握力器指针已归零 也就是旋转指针调整钮 指刻度零处 每次测量前都要提醒个案 用您最大的力量将它握紧 访员请注意 鼓励个案用最大的力量将它握紧 是很重要的 个案需坐直 双脚着地 上臂贴紧身体 手肘弯曲与上臂层90度角 为安全起见 请访员以手帮个案拖住握力器底部 并在开始测量前 确认个案姿势握法是否正确 那请您用您最大的力量 来握紧这个握力器 用力 机下最接近指针的刻度 刻度单位为公斤KG 也就是握力器最外圈的刻度 包括操作不正确的测量 重复上述操作步骤 测量两次 然后换另一只手 依照同样步骤再测量三次 也就是每只手需测量三次 那请您用您最大的力量 来握紧这个握力器 用力 握力测验应注意十项 有些个案用力握握力器时 会不自觉将手举起 访员要注意是否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必要时 请个案重测一次 第三项 尖峰吐气流量测定 尖峰吐气流量剂 是呼吸道功能的一项指标 它可以用来测量个案 所呼出气体的最大体积 这项测量 需要个案用最大的力 呼出气体 并测量三次 以确认能测得吐气的最大 或尖峰值 因此 必须要求个案每次测量时 都要尽全力呼出气体 尖峰吐气流量剂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前 先检查尖峰吐气流量剂 是否有裂缝或破损 收藏时 也请物以重物压制 或放置于潮湿 多灰尘场所 外出仿视前 先确认 膝带之尖峰吐气流量剂 是否足够 每名个案至少一份 排除条件 个案若有以下情况 请物进行尖峰吐气量测量 最近六周内 曾经接受胸部或腹部手术 最近六周内 曾经心脏病发 或因为心脏疾病而住院 最近六周内 曾经接受视网膜或白内障摘除的眼睛手术 最近三周内 曾经因为呼吸道感染 例如流行性感冒 肺炎 支气管炎或严重感冒 而住院 在拿取个案的尖峰吐气流量剂之前 请先洗手 访员手上如果有开放性伤口或发炎 则应该戴上手套 访员请用自己的尖峰吐气流量剂 向个案示范如何手持尖峰吐气流量剂 以及如何快速并用力地吹出气体 轻轻持着尖峰吐气流量剂 注意不要阻碍流量剂末端开口 每位个案应使用全新的尖峰吐气流量剂 并在测量结束后将它送给个案 每次操作前 均需将流量剂指标归零 操作方法为 将尖峰吐气流量剂置于PE带中 用甩温度剂的方式 让黄色指标回到Reset的地方 尽可能请个案站着接受测量 在个案后方放置一张 不会滑动的椅子 如果他无法或不想站着接受测量 或访员认为个案状况 不适合站着接受测量时 则请他坐着接受测量 请个案将比较紧的衣服松开 并移除口香糖 或容易松动的活动式假牙 首先要请您尽可能 深深的吸一大口气 先不要吐气哦 接着将吹管用口含住 注意嘴唇要紧接住吹管 然后尽可能用力 及用您最快的速度将气体吹出 我示范一次给您看 请个案站直 如果个案坐着接受测量 则请他坐直 榜员请确认 尖锋吐气流量剂指标归零后 再拿给个案 请个案将下巴伸长并抬高 深吸一大口气 嘴唇紧贴吹管 用力及用最快的速度将气体吹出 确认并记录第一次的结果 重新将尖锋吐气流量剂置于PE带中 并将指标甩动归零后 再重复测量两次 并告诉个案测量结果 目前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汇整这些结果 应该告诉个案 所谓的最佳值或测量值的用途 是与长期测量所建立的 个人最佳结果相比较 尖锋吐气流量测定个案应避免失效 吸气量不够 没有深深的吸一大口气 漏气 嘴唇没有紧贴着吹管 太慢吹气 吐气力道太弱 姿势不良 个案舌头阻碍吹管的通道 提醒个案要避免舌头堵住吹管口 吹气时气体应该从肺呼出 而非像咳嗽 说话一样 由嘴巴吐出 也不是鼓起脸颊 把气吹出 请个案测量时 不缩着脖子 提醒个案吹气的动作 不要停顿 第四项 三公尺直走测验 请个案以平常走路的速度走完三公尺 共进行两次 要将两次的测验中 马表显示的时间记录下来 排除条件 个案瘫痪 或是即时使用拐杖 驻步器仍然不能行走 请将个案情形记录于问卷中 并跳至连续座椅站立测验项目 如果个案坐轮椅 而且即时使用拐杖 或驻步器等辅助器 也无法从轮椅上站起来行走 亦不进行本项测验 请确认至少有3.5公尺长的空间 可攻行走 并注意路线中没有任何障碍物 访源需陪伴个案走完全程 注意 如果可以 请进行三公尺直走测验 万一没有足够的空间 则跳过本项测验 现在我们要观察您走路的情形 如果您平常走路有习惯使用拐杖 或其他辅助工具 您可以使用它 如果个案穿高跟鞋 请建议它换穿更舒适的鞋子 或脱掉鞋子 这是我们直走的路线 请您以平常走路的速度 就像您上街或散步一样 直走通过另一端的那条线才能停止 我会陪您一起走 访源请示范一次给个案看 请个案双脚站立 脚尖对齐起始线 说完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后 等个案开始走 才按下马表上的右键按钮 访源陪在个案斜后方 跟着一起走 请勿走在个案前方 以免影响个案的速度 也就是说 怕个案会试着赶上你的速度 而非以平常的速度来行走 稍微走在个案的后方 但距离不能太远 才能在它快跌倒时给予协助 要开始的时候 我会说准备好了吗 开始 好 开始 当个案第一只脚 完全通过一公尺标线时 按下马表上的左键按钮 当个案第一只脚 完全通过三公尺标线时 按下马表上的右键按钮 直接记录 马表上两个显示秒数 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接下来请个案 从刚开始的中线 走回原先的起始线 请个案双脚站立 脚尖对齐三公尺标记 现在请您再重复走一次 请您以平常走路的速度 只走通过另一端 好 开始 重复刚刚的步骤 由于第二次 是由标示三公尺的那一端 走回起点 要记得 在个案第一只脚 完全通过两公尺的标记时 按下左键按钮 通过起始线时 按下右键按钮 记录马表上的数值 三公尺只走测验应注意事项 如果个案跌倒或无法完成第一次步行 请勿进行第二次步行 不论任何原因 如果访员认为不安全 可以停止测验 访员在记录没有进行测验 或无法完成的原因时 一定要辨别个案 是不愿意接受测验 或是因身体的原因 而无法进行测验 或害怕接受测验 只有在个案身体 人能进行这些测验 但不愿意接受测验时 访员才能勾选 个案或家人拒绝 第五项 连续座椅站立测验 请个案不要用到手 以最快的速度 连续从椅子上站起来五次 要记录五次站立所需时间 排除条件 如果个案坐轮椅 或无法站立 则不进行 连续座椅站立测验 接下来要请您进行 连续座椅站立的测试 请确认个案家中 是否有适合测试的椅子 及墙面 请优先使用 无浮手之硬式椅垫直备椅 切勿使用软式椅垫 或有轮子的椅子 墙面要稳固 可请靠椅子 如果手不浮其他东西 要您连续从椅子上 站立起来五次 对您而言是安全的吗 安全 好 首先测量椅子的高度 测量方式 从地板开始量至椅垫高度 注意 如果没有合适的椅子或墙面 请勿进行这项测量 勾选 无合适椅子 或 无合适墙面 然后填写 结束时间 将椅背靠着墙壁 在椅背上放一条毛巾 以免墙壁被椅背刮花 那接下来测量要评估您腿部的力量 首先请您坐下来 双手再收前交叉 然后双脚平放在地面 然后用您最快的速度连续站立起来五次 双手要保持交叉 然后每一次都要像这样站立起来之后再坐下 然后要注意安全 我会帮您计时 这样有问题吗 没有 好 来那请您坐下 如果个案坐在椅子太后面 使得脚无法舒适地停放在地面上 则请他坐椅子 不要坐太后面 以双脚必须完全踏在地板上为原则 访员必须站在个案前面 万一个案失去平衡时 才能随时提供协助 距离必须适中 太近会妨碍个案进行测验 太远则无法及时给予协助 当个案做妥后 说准备好了吗 开始 按下马表上的右键按钮 开始计时 请注意 在说完开始后 马上计时 与三公尺直走测验不同 必须等到个案完全站起来以后 访员才大声唸出站立的次数 唸到五为止 访员不可太早计数 以免影响个案的速度 避免个案随着你数速的快慢 而调整起力的速度 请您双手在胸前交叉 然后双脚平放 然后待会我会帮您计时 请在我说准备好了吗 开始之后开始 好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开始 如果个案在完成五次站立之前 自行停下来 并露出眷容或呼吸急促 请询问 您还可以继续吗 如果个案表示可以 继续计时 如果个案表示不行 停止则向测验 并且停止计时 将站立完成次数 记录在问卷中 请勿要求个案 重新进行测验 一 二 三 当个案第三次 站起来的动作完成后 也就是身体站直 没有乱晃动后 在他开始准备坐下前 按下马表左键按钮 四 五 当个案在第五次 站起来的动作完成后 也就是身体站直 没有乱晃动后 在他开始准备坐下前 按下马表上的右键按钮 停止计时 直接记录马表上的两个显示秒数 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连续座椅站立测验 应注意事项 以下状况必须终止计时 停止则向测验 并将完成次数 记录于问卷 个案在过程中露出卷容或呼吸急促 请确认个案是否可继续进行测验 若表示不行 则停止 个案在过程中需要用到手 帮助自己站起来 个案超过一分钟 仍然无法完成这项测验 不论个案已完成几次站立 当测验时间超过六十秒钟时 请勿继续进行 请根据个案的安全考量 自行判断是否该终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勿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